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手为什么那么痒啊 敬请收看本期乡图探秘水溪洞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乡图 贵州省碧杰市前溪县的宿浦镇属于乌蒙山区 境内山形复杂 洞穴众多 那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水溪洞了 在宿浦镇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水溪洞上通云南下通四川 进了洞三天三夜都走不到尽头 当年的水溪吐司曾经在此征战 留下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宝贝 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 上世纪90年代 一支中法洞穴联合考察队曾经对水溪洞进行了考察 但是水溪洞到底有多大有多深是否藏有宝贝 至今依然没有定论 水溪洞有名次猪洞 关于水溪洞的传言是不是真的呢 洞里有没有宝藏呢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 我们先到宿浦镇的老街去打听打听 希望从当地人那里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您好 您听过咱当地四周洞吗 听过 听过 那您去过吗 没有 那您听说过里面有些什么呀 没有 我们说里面 四周里好好看的 里面有地方很宽 普通电筒 只会找不动 反正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也叫得尴尬很怕 很恐怖 反正都是天没上司说 还有原来四周 四周里有些部队在里面住过 都挺少的 有部队在里面住过 那你去你知道是哪朝部队吗 对 不晓得呀 反正听人说过里面特别大 行好 谢谢您 大哥您好 您好 您听过咱当地那四周洞吗 听说过 听说过 特别大 就是现在没有人知道它有多大 没人知道它 它像是一个迷宫 它就很复杂 毕竟很复杂 您听过咱当地的四周洞吗 我不听说我去过 我还去过 您还去过 您啥时候去的呀 我在四七八岁时候去过的 您去里面看到了啥 我去的比较宽 是把个洋水淋下的树子很约很宽敞很大的 哦 那您这里面走完了吗 走不完 害怕 反正有的害怕 害怕我们都抓来了 素浦镇的建筑 以明清建筑风格为主 是贵州省一百个示范小城镇之一 被誉为乌蒙第一镇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竟面由王阳明为之作《相思记》 并收入古文官纸的《古相思遗址》和许多明清建筑遗存 几经打听 我们终于在了唐山村 找到了经常去水溪洞的人 他叫马天才 老马今年五十岁了 在峡谷边生活 早年间在外地做过厨师 他说不喜欢外面的生活 还是喜欢这里的山山水水 孩子都在前夕县城工作 平时家里就剩下老马和妻子两人 除了打理家里五母金钱局员外 老马没事就喜欢去水溪洞探寻 在我们的请求下 老马很高兴带着我们的编导去水溪洞 但事先要做些准备 你用这个气线给它缠住了呀 这是酸拿吧 那火燃烧的时候不会烧断这个线吗 不会 坐好火把 汽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前行 由于很少有车子经过 道路长满了杂草 师傅我们京东的这个路都这么颠吗 都这么颠 这个路不好有贼 对我看路特别窄 路上有特别多的这个急转弯是吧 对 这个弯路得到了 那您开车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紧张吗 没事的 我们常去都走过这个路 汽车开了一个多小时 前面已经没有公路了 在山下修整一下 我们只能步行穿过峡谷上山 我们的水系统就在那个山下下 山下下挖出 有洞口吗 有的有的 我曾经很多次从那上面 山崖下 山崖上摊路下来 从那么高的山崖上下来 对对对 那山崖到那洞口有多高啊 90米 90米啊 90米 那您没有安全措施吗 带绳子 带绳子 带绳子啊 为什么我在这个就是这个山上我没有看到有洞口啊 洞口要到那农民的灌木林 灌木林从下 那洞口已经被这个树木给封住了 对对对 那我们一会儿能进去吗 当然能进去 能进去啊 山路经济丛生 有不可预知的危险 初冬的山里雾气很大 道路湿滑 老马从小在山里长大 对山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所以这个这个草 这个草是不能用手可以划手 这个草会划手啊 我差点准备拽它一下 会划手 山里的路很难走 脚下是巨大的石块 两边是险崖峭壁 每走一步都要很小心 实在没路了 需要用刀砍出一段路 山里还有一种可怕的植物 寻马草 当地老乡称为迷魂草 我手为什么那么痒啊 是可能是被那个迷魂草 三者啊 迷魂草啊 对迷魂草 你要被扎到怎么办呢 扎到我们就那个白荷嘛 白荷 就扔一下搓一下 就擦一下嘛 就好了是吧 就擦得快一点 迷魂草属于寻马科 具有其他高能植物 所没有的独特的刺毛 一旦触及人的皮肤 就会出现红斑 痛痒难忍 山里除了这些毒草外 还有一些中草药 老马去水溪洞的路上 顺便会采一些草药 送给老乡 大山里也有一些采药的人 以采药为生 太难得了 老师 你们要帮我采药 好好好 你才能采药 我才能采药 我才能采药 采药 您在那采药啊 嗯 你爬那么高不危险吗 不危险 您这种采药什么药啊 有多了 多了 这是什么呀 您手上这是什么 把矮香 这是干什么的呀 这是吃那个 都是一般人配合发烧的 这是大青藤 记得高高 大青藤 嗯 它用来干啥呀 你是拿制伤病啊 泡酒制伤 泡酒制伤 嗯 就泡在酒里是吧 对 我看您这里面采了很多种啊 嗯 我说叫做马自材 我们地方都说的是马自材 大马自材 它是干什么的呀 是笔血的 是笔血啊 就用来止血啊 止血 它是用来熬制吗 还是 熬制 熬制啊 我看这艳上全是这次啊 您采的时候不怕扎着吗 不会不会 不会 所以就是 这个是专门生的人改参 这个家中 生在 就是山崖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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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长在山崖上的 这叫做矮白菜 矮白菜 矮白菜 它用来这做什么呀 纸壳 纸壳 那这个不是特别难采 山里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靠山吃山 会很好地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 我洞口了 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边倒的鞋被露水打湿了 很滑 到了水溪洞口 老马找了一根藤条 给边倒的鞋绑了一下 这样鞋就不会打滑了 这就是能绑在鞋上那个吗 这种藤 这山上到处都是 就能起到防滑的作用 对 绑在鞋上 好 就铲 连鞋这么缠上就行 对 谢谢 您怎么知道这个方法呀 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 只要上来的人 都想到这个方法 这样绑上去 它就不会滑倒了 是吧 谢谢 别看老马现在这样很有经验 当初他一个人上山的时候 也会经常被群蛙草遮到 滑倒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老马说爬山的时候 每一步先踩稳了再往前走 进洞之前 老马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把带的干粮和水装带 把煤油浇在火把上 这洞里大概多长时间才能进去出来啊 然后八个小时一去一会 这洞有多大呀 别古人说是上通云南 下通四川 大概有多少公里啊 这个 说不清楚 没有人专通过 这洞里从来没有人走通过 您进去过最远走了几天 走了三天 三天大概多少公里 大概我们 这个应该只有七八十公里 三天才走了七八十公里 因为里面路难走 路很难走 那您进到这洞里面有吃的吗 自己只备干粮 您都带些什么干粮 平时 除了是冰干啊 这个蛋糕之类的 就三天都在里面吃那些东西 哦 自己煮的鸡蛋啊 脚上把腾了 然后又背了这么多的水和食物 是吧 反正这个腾就 应该就没事了 准备的还不错 我们还有手电和火把 对 应该没问题吧 嗯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一个神秘的山洞 深不见底的山洞 有什么秘密 爬上有点害怕 刚刚深深爬 深深深空 就是现在没有人知道 它有多大 没有人知道 它伤得 伤得一罢比一罢 传说山洞里藏有宝藏 是三天 是一个没错 几方的 哦 去山洞的路上 迷雾重重 编导又会有 怎样的经历 我手为什么那么痒啊 敬请收看本期相图 探秘水溪洞 由于早年间 有人到洞里寻找宝藏 老马说 为了防止人为 破坏洞里的环境 用两道潜意的铁门 拦上来 进到洞里 洞内漆黑一片 有点神秘阴森的感觉 只有洞孔 透出微微的光 这洞里没有信号吗 没有 手机没有信号 手机进去没有信号 哦 那进去了 容易迷路吗 当然因为在这第三层 是一个迷宫 第三层是迷宫 那咱今天走第几层啊 我们从第三层下第二层 但是我们紧实路 第三层下到第二层 哦 那一旦迷路了 就怎么办呢 我联系不到您的话 如果咱俩走失的话 不能分散走啊 哦 就要跟点您才可以 低矮的洞顶 有种急剧的压迫感 洞里的湿度很大 刚入洞口不久 就看到有一些石头 雷起来的石墙 和一些风化的中乳石 这些枪孔的出现 说明水溪洞自古以来 就是当地人 躲避灾祸的一个重要场所 洞内富含大量的消食 可以用来生产火药 这个就是老百姓在里面 躲土匪的一千年 哦 在这打枪躲土匪的地儿 哦 这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应该是三几年 三几年啊 那他那火药怎么来啊 火药这里面可以炒 这里面可以炒火药 他在这里面怎么炒火药 哦 里面有熬销洞 哦 哦 就在那里面炒火药 然后在这里来防土匪 听我们编导回来说啊 他们当时很想就此打道回府了 一来是一路上连滚带爬 体力已经到了极限 加上身上被徐马草 遮过以后啊 骑养难忍 二来呢 也是觉得 雪溪洞除了一些枪孔 和许多风化的中乳石之外呢 和普通的溶洞 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并不像老乡们说的那么神奇 可是老马说了 只有经历了磨难 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 尽管我们是将信将疑 但是还是决定 跟着他继续往前走 水溪洞共有上下三层 第一层是地下暗河形成的河床 第三层是地下迷宫 层层交叉和相连 至于第二层有什么 老马还卖了个关子 说你们跟着我就可以了 越往洞深处走 我们发现了一些 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石头 老马给这些石头 起了个别致的名字 叫耕平渡水 我看你这个就基本上 是完全浮在上面了 是啊 看起来就这样 这就是它漂亮的地方 那底下的根有多大呀 没有一般没有多大 没有多大呀 哎我们拿东西能除这底下穿过吗 咱跟棍子来试一下 这就是它很神奇的地方 它上面的根就是没有多少 哦 基本都是空的是吧 哦 哦 果然 哦 但是看起来就像飘在上面的哈 灯瓶渡水啊 这叫 灯瓶渡水 它就看起来就像那核花也满色 哦 对 好漂亮 哦 好 走吧 再继续往前走 哇 小心头发 走了两个多小时 前方被巨大的石块挡住了 像一道屏障阻隔了去路 老马说 正因如此 里面的中乳石才很好地保存下来了 老马第一次看到里面的中乳石的时候 感觉很像玉 也像灵芝般珍贵 种类特别多 所以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玉之灵 啊 这路上太不容易了 啊 马上都要叫到玉之灵的第一个进口了 玉之灵第一个进口 哦 对 它为什么叫玉之灵啊 这里面的风景 我无法形容啊 这里面的就是这个 呃 泰酸盖形成的这个中乳石 哦 形容它的美 无法形容它的美 嗯 那它到 刚才我们在路上看到那么多景都不算吗 不算 不算 不过我觉得来的路上太辛苦了 特别滑 哦 特别危险 我们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 哦 太累了 这路太惊险了 我们这刚才从这滑下去掉在这个坑里了 哦 底下全是乱石 翻过了石头 是很漂亮的中乳石石蔓 这是什么 好漂亮 这个 这是玉之灵的第一个进口啊 哦 这有多高啊 这个 大概 三十米左右吧 三十米左右 它形成了多少年才能进去 这个没法说 这个 要专家才能测试 哦 那像它这种 为什么我看有好多种造型和颜色不同啊 它这是上面就是高浓度的这个碳酸盖的沉积 哦 从上面下来凝集成的 哦 小心 哇 那这是它的入口呢 里边会比它更漂亮吗 对 当然 我们连滚带爬的翻过了各个关口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乳白色的童话世界 洁白如玉的中乳石正在生长 令人叹为观止 美不胜收 水溪洞是一个多层次 多类型的高位溶洞 洞内沉积物生长独特 千姿百态 类型多样 是活着的大溶洞 听着洞顶滴下来的水滴声 置身于这深邃悠傲的地下宫殿 让人感觉到 城市的喧嚣 是那样的遥远 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水有什么作用吗 这水有医疗作用 医疗作用 这么清澈的水不能喝吗 一般不能喝 一般不能喝 但按理来说这里面的矿物质应该含量很高 不是它主要是碳酸钙 碳酸钙 我的脑袋上不停在滴水 跟下雨似的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溶洞 好漂亮啊 乳白乳白的 我们在惊叹洞内的中乳石时 老马说 中乳石还有一些药用价值 小娘你比看它这么漂亮 它还有药用价值呢 这个会有药用价值 是的 它性温 就是有通筋活络的功效 有通筋活络的功效 上面垂下了这个水 和这个中乳石 粘膜 就是可以治皮肤 中乳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很坚硬 只要不是人为破坏 和改变它生长的环境 一般都会有巧夺天工的造型 这个也特别坚硬吗 坚硬一旦形成就坚硬 就是很坚硬 我看你这上面有这么小的 火都刚掰了一下没掰下来 自然的 它不会自己掉下来的 如果用人为的破坏 才能掉下来 就如果我刚才像这样敲声音 我用力敲 是不是会把它敲下来 它用力肯定会敲下来 真好听啊 看这因为能发出这么远的声音 所以那叫中乳石吗 是的 然后这样是这种白的颜色是吗 很美的 看来老乡们说的洁白的美誉 其实就是生长的中乳石 保存这么完好的正在生长的中乳石器官 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 老马说再往里走 还有很好看的中乳石 走了快四个小时了 手电筒的电都快耗光了 我们的编导实在走不动了 又累又渴又饿 已经到了体能的极限 准备一起往回走 什么水啊 走到中途 老马突然捧起水就喝 富含碳酸钙的生水 不是不能喝吗 这能喝吗 这水 能喝 跟咱上面看到的水不是不能喝吗 我那是碳酸钙浓度很高 这个是泉水 这泉水可以喝 真的真的啊 那您帮我拿然后喝一喝 我觉得一路好辛苦啊 好的 别累 我手好脏啊 可以洗一下 洗一下呀 好喝吗 好喝 好喝 我尝一下 这是从哪儿流下来的泉水 就是上面山上一个泉眼 泉眼流下来的 我尝一下 就是捧着喝吗 对 好凉快好爽 果然很甜 你再喝一会 好渴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有一点泉水啊 这个是我们开出第一次来的时候还不敢喝 后来拿出去就是我们经过专家画的泉水 就可以喝的 老马说水系洞里泉水很多 带上干粮在洞里带上几天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人进洞的时候 洞里伸手不见五指 除了对黑暗的恐惧 还会感觉到很寂寞 水系洞里温度 常年维持在19摄氏度 洞口虽小 还有很大的洞体空间没有被发现 差路多 每次走没有到过的地方时 都要坐上记号 洞里湿滑 好不容易找块干燥的地方坐下来吃点干粮 补充体力 可以想象 老马经常来洞里探寻的辛苦 您看我的学校裤子 全是你 咱要多久才能出去啊 还有一个小时呢 出去还要走一个小时啊 对 快醒醒 我看到这么美的景色也值了 从水系洞往回走时 手电筒的电耗尽了 只能用火把 最后不得不用手机来照明 老马的爱人已经在家做好饭 等着老马回来 老马一个人进洞时 他很担心老马的安全 不管多晚都等着一起吃饭 一家人在一起吃饭 聊聊今天在洞里新的发现 吃饭间 老马谈起了他的经历 我们也很好奇 他为什么不计酬劳的来守护水系洞 您为什么愿意自己花钱去那个溶洞里边 因为这里我们这里的古古老的传说 说里面非常兴趣 我要把它策定了明白 就是有何长有何深 那就说您现在大概测试它有多长有多深 现在我所策的事情去年是4.6公里 我用布术来策定 所以在第三层的话是转来转去 那是五八层 因为要转加才知道 您去是多少次了 我去到亲耳二次去 每一次去他都有不同的发现 每一次去都有不同的发现 每一次都有目标的 这一次没走近的 第二次再来 上天吃雨没到地方的饱 随系洞中路是上百万年上千万年 才行的这个样子 一旦别人破坏以后 可能太可惜 所以您就一直在那保护它 然后要探许它到底有多少美丽的景观在里面 我们在为老马的这种精神感动的同时 老马说 山里人家还很贫困 他希望探寻保护好水系洞 为家乡子孙后代留下一笔财富 水系洞将来开发旅游了 能为当地村民的生活现状带来改变 在老马的带动下 现在许多村民自发起来保护水系洞 人只有敬畏自然 才能更好的利用自然给予的亏增 看来关于水系洞的种种传言 老乡们的说法并非空穴 我们虽然没有在水系洞里看到水系吐司征战的遗迹 但是它未经任何修饰的自然之美 还是令我们叹为观止 水系洞是一块未经开发的净土 遗憾的是我们只走了一小段 水系洞还有许多没有被发现的美 在等待着您去慢慢的发掘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师网 以及农师网的官方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 郑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是乡土最热心的观众吗 如果你能回答对本周所有的问题 那么将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快快短信参与吧 你就是乡土百事通 蓝蓝的天空 极白的羊群 它们是生活在草原上的查哈尔部落 流传久远的工艺 精雕细琢的图案 用途广泛的刀具 做法讲究的羊被子 口味独特的烤羊肝 还有极具特色的马铃薯 音调高亢的长调 入选世界非遗的呼迈 下期乡土 走进乌兰茶部 取防草原上的查哈尔部落